這個獎金 那其實在我們淡水高爾湖場培育現在出來的每名選手 還有現在就是謝敏南還有謝玉樹現在就現任的總經理 還有許希山他們其實都是從我們淡水高爾湖球場這邊出來的 那這邊的話都可以看到他們在表演裡面去比賽的話 就是跟他們打比賽的照片 謝謝你 還有那個翁造喜就是三雙杯 其實他們對高爾湖球場其實貢獻也很大 因為早期後來二次大戰之後 其實高爾湖其實有一點沒落就是都荒廢 然後之後然後由那個陳經師然後再造成一些人 就重新再等於說把這個高爾湖球場再又發起 所以現在就可以看到說一路上過來的一個特色 那其實這近二十年這個高爾湖球場現在應該算於比較平價了 不像以前像是貴族 以前要打高爾湖球場其實是不容易 尤其像這一棟建築物 在早期的話是在六十八年才成立的 那因為以前他們打高爾湖球場來這邊的話 其實以前到晚訪 因為他們到國外去比賽有名的話 所以日本的選手他們其實會到這邊想要來看 可是當時都住在園山飯店或是美麗華 可是這樣子玩法會太遠了 所以後來十八年建築到這個飯店 那我們現在鎖在地方 這個十七館以前是他們的餐廳 那這個整棟以前是飯店 陳金師算是高爾湖球之父啦 那像那個謝敏南其實是他的女婿 謝敏南娶那個陳金師的女兒 所以是陳金師的女婿 那還有這一張給看一下齁 那曾雅民是在林口高爾湖球場的齁 那其他他非常具有潛力 那謝敏南老師有曾經說過 曾雅民是未來 未來這一百可能是最紅的一個高爾湖世界的球後 那預計他可以賺盡大概一百億 一百億 沒有啦 他是說運氣啊 他是說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世界的球後 那以前他們的比賽其實有分為名人賽 美國公開賽跟英國的公開賽 還有那個什麼錦標賽 就是職業選手那個 那只要拿到這四個就是算是高爾湖球場 得到最高的一個殊榮 那目前呢就是那個 美國的金雄外號金雄就是 捷克尼克老師 對他18場 另外第二就是老虎 老虎5隻打了14場 好 那這一張照片給你們看一下 好 好 好